你好 我是李诺亚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超市贩售的瓶装水比家里的水干净健康吗 最近有媒体报道 Hofu超市出产Amazon贩售的Sparky Spring Water瓶装水 深含量高出其他品牌三倍以上 只逼联邦政府规定的底线 其实这已经不是Sparky Spring Water第一次被发现深含量过高 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之前就曾经测出 Sparky Spring Water含深量超出了联邦政府的规定 所以在2016年2017年曾经两度被下令下架停手 新闻据运来关心 加州每天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持续创新记录 加州州长Newson天天都说 病例和住院人数不断飙升 但是却不愿意放缓解禁的步伐 只下令位于中古的Imperial County 恢复居家防疫隔离 福利达州德州都已经急踩刹车 缓缓重开速度 一个月前才宣布可以重开的酒吧都已经再度关闭 加州州长举棋不定 旧金山Marine County果断自行决定放缓重开速度 Stanford大学和UC Berkeley专家也说 加州应该要暂停重开 否则等到疫情一发不可收拾就来不及了 Stanford大学医院已经做好爆发第二波疫情的准备 专家说有不少加州人不把疫情当一回事 不遵守安全措施 外出不戴口罩 也不保持社交距离 这种情形如果没有改善 一定会爆发第二波疫情 专家也警告 湾区的确诊病例虽然没有南加州那么严重 但是湾区和洛杉矶关系密切 两地人民往返平凡密切接触一定会互相传染 受到了疫情冲击 超市和餐厅的开放式沙拉坝 恐怕将会从此消失 新冠病毒是透过打喷嚏 咳嗽说话产生的呼吸飞沫传播 开放式的沙拉坝将会成为病毒的超级传播媒介 除了客人可以自行取用食物之外 大家还使用共同的器具 如果和病毒代言者共用餐具 就可能被传染 有提供沙拉坝自助餐的餐厅 为了自救取消让客人自行取餐的模式 所有的餐点都改由服务生亲自端上桌 感谢收看下次见